好 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 Let's Tata 知识塔塔主厨 潘芷恩女士来到我们人物专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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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请我们Irene跟我分享一下 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因为当初会想要创业 就是因为想要 透过我们就是多年学习的经验 还可以利用我们的产品 是 可以让消费者认识到我们的甜点 了解 那你们甜点主打是什么呢 我们主打的商品是巴斯克乳酪 对 那我们都是严选日本北海道的 产区直送的特农学银乳酪 那还有日本小麦粉 那还有降低甜度的海藻糖 跟法国的肯迪亚鲜奶油 那因为我们要搭配出不同风味的乳酪 所以我们也会添加一些不同的乳酪 对高品质的乳酪来经过不断的测试 那调配出这款完美比例的巴斯克乳酪蛋糕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独家口味 对 就是我们有第一款是日本白柚 对 我们是选用日本合格山的柚子汁 然后加上有一种品种的柑橘叫柑夏的果丁 那跟乳酪做结合后 它口感会非常的清爽 而且不腻口 那第二款就是我们青森苹果 那它也是严选日本的青森苹果汁 还有苹果丁来添加到我们的蛋糕里面 对 它吃得到苹果淡淡的香气 还有它酸甜的滋味 对 这两款的话是目前我们推出 其实到从开幕至今 顾客都非常喜爱的口味 嗯 诶 听起来好特别哦 没有想到苹果汁吗 对 青森苹果 跟刚提到的那个 日本白柚 日本白柚 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结合耶 对 它其实口感搭配起来 非常的清爽 而且会有一股清香 会让人有一种清爽的感觉 哇 对 可以避免掉我们 可能吃乳酪蛋糕 会害怕遇到的一些 可能比较腻的那种口感 了解 哇 听起来就 哇 奶香味就飘过来了 OK 那Iwen过去也是相关的一个经历吗 学经历的部分都是在烘焙业 对 我就是从小的时候 就是在家 妈妈就会带着我们 一起在家里做一些小甜点啊 饼干蛋糕这一类的 是 那一度到国中就参加记忆班 那高中也是学烘焙的专科 那大学的话也是学烘焙系 哦 是 就是一路走来都是走相关的一个 经验的部分 OK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创业是辛苦的 而且尤其是把自己的兴趣 变成是自己的职业 那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吗 困难的话其实就是 其实经营的话真的是很辛苦 是 对 但我们一旦身份转换成为一个经营者 或者是身为一位厨师 其实要面对到的事情有很多 是 对 那可能比如说有一些 产品的食材的一些选择 或者是行销方面 这一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多多学习的地方 嗯 是 那安瑞主要是负责哪一块呢 我主要是负责产品规划 成本控制这一块的 对 研发一些新的口味 是 是 那如果说研发新口味 那我们要选择一个 内容物 还有原物料 包括说 这个做出来的一个定价的部分 那都是透由您这边负责的吗 嗯 对 就是我主要就是会跟我们的创办人 一起做讨论这一块 因为我们创办人他本身也是厨师 哦 对 他也是身为一位甜点师傅 嗯 店店主厨 那我们就是会一起互相讨论 在一个产品设计 或者是规划的一些方向 是是是 因为毕竟可能曾经都是比较偏向是 哦 自己觉得口感不错 自己喜欢就好了 可是现在因为毕竟是成立记 的品牌 更多的是需要去考量到可能 嗯 大众的一个接受的程度 嗯 以及说可能口感的滋味 赏味期限 还有我们的一个定位的价格 到底在哪个区间 你们的客户才可以比较接受 可以容易买单这样子 那就是考量的地方会比较多 那你们相关企业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吗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有我们的两间门市 嗯 那在竹北有我们内用的一个区域 那搜狗的部分呢 它就是从外带 嗯 对 但我们也有配合黑猫宅配 嗯 我们也是可以希望让住比较远的一些顾客 可以品尝到我们的甜点 是 用这个甜点 让大家认识我们知识塔塔这个品牌 是 哇 那现在其实封碑业 其实它都是比较走多元化的一个设计 跟一个服务 那你们也有提供类似像预购的服务吗 有 预购的话 其实我们官网宅配上都可以选择预购 嗯 那我们也会有陆续增加一些客制化的产品 嗯 对 就像一些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网美蛋糕啊 嗯 就是因为青森的部分有时候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浮夸的 视觉系的蛋糕 是 所以我们也都有慢慢的陆续在增加 嗯 了解 OK 那你们企业的slogan是什么呢 嗯 我们 希望就是可以用最顶级新鲜且的食材 嗯 那用职人一丝不苟的工艺 嗯 才能预育出这款完美的甜点 嗯 对 这是我们想要传达给消费者的理念 是 是 因为毕竟我们是做相关烘焙业的 嗯 那也是会去经历到大众买的品牌带回家吃 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吃的开心 吃的健康 以及吃的美味 OK 好 那刚有提到说你们是比较主打 嗯 巴斯克乳酪蛋糕一个部分 那有这么多的烘焙的一个产品 的一个 嗯 成名的出来 那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巴斯克呢 嗯 巴斯克乳酪它其实 发源地是在西班牙 还有一个地区是巴斯克 嗯 那这个蛋糕呢就是 家家都可以在自己家里面 就是非常简易的 可以制作出这款蛋糕 是 但我们后来因为经过有到像日本那边学习 嗯 那有改良过一些口感上的一些变化 嗯 所以我们希望在台湾也可以把这一款裹蛋糕 发扬光大 是 因为目前台湾的话 比较少有把巴斯克做成一个专卖店的部分 是 是 那我们希望可以朝这个方向 让大家认识到我们 嗯 希望我们未来的台湾也可以像西班牙这样子 爱家爱户都有这样的巴斯克蛋糕 是 那可以好奇问一下巴斯克蛋糕它的爽味期限大概是多久 嗯 通常我们建议是冷藏两天 嗯 冷冻可以两个礼拜 嗯 那冷冻保存过后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吃像冰淇淋的口感 嗯 我们建议可以拿到室温退冰 大概15-20分直接吃 它就会很入口即化很像冰淇淋 嗯 对 那如果说冷藏间接性退冰一小时 它就会像我们刚买到这样子软质的口感 嗯 是 了解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士去跟您说巴斯克是要怎么去品尝才会最美味 当然我们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蛋糕 OK 那过程当中呢有遇到什么样的顾客给一些肯定的一个支持 让你会想要继续走下去 嗯 其实我们每当就是看到顾客 因为我们在店内我们会提供试吃 因为我们口味出的比较多 是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考虑到顾客可能会想比较犹豫不知道买什么口味 那我们都有提供试吃 因为我们觉得试吃是最直接的 是 顾客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原物料严选的用心程度到哪边 嗯 对 那看到顾客吃甜点下去第一口拿开心的表情 嗯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喜悦的 是 对 那还有像Google的评论 嗯 很多现在评论都会给我们一些意见回馈啊 嗯 或者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嗯 对 那都这一份喜悦都是注意让我们忘记工作时的疲劳 了解 那蛮好奇的欸 因为像刚刚有提到说巴斯克是 嗯 西班牙爱家爱户都会自己制作的 那也许台湾没有把巴斯克做成一个专卖店 可是或许有一些客人是 在家里也会去寻找食谱去自己制作 嗯 那有没有遇到那种客人是 在家里有制作 然后到你们店内可能不管是购买或是预购 会跟你们分享到 诶 怎么自己做的跟你们做的好像口感会有些差异呢 嗯 有我有遇过 因为我平常就是在厨房厨房内生产的部分 是 然后跟管控 那有时候也会到我们店 店门市去做一些销售 嗯 对跟客人主动的介绍 是 我们的产品特色在哪边 是 对那请听顾客的需求 嗯 拿到一个良好的消费经验 嗯 那我也遇过客人就是会询问我们说 诶为什么吃起来风味会不一样 嗯 其实巴斯克乳酪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它的乳酪品 嗯 还有我们的奶制品 是 对那虽然说巴斯克乳酪蛋糕里面的面粉含量不多 嗯 但其实如果用一般面粉跟日本小麦粉 其实它区别上口感吃起来还是会有差异 嗯 对它的保湿性 嗯 或者是它口感细致度 嗯 对其实跟原物料选择其实有很大的相关联 哦是是 所以就是嗯 虽然说它做法很简单 不会什么像其他的一个产品部分可能有一些复杂的程度 又或者是有很多的原物料 可是 因为就是简单 所以原物料的选择反而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就是像 我们 比如说我们吃海鲜 对 新鲜的海鲜那我们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呈现 对 吃到它的最原本的 鲜味 鲜味美味这样 是是是 对了解 那这是针对一些顾客的分享 那当初创业的时候 家人的想法是什么呢 嗯 我家人也是非常支持我 做这一块烘焙的事业 嗯 对那 那当初刚开店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来店里面一起吃蛋糕 嗯 然后看着一些 我们这样子一路上的一些成长 嗯 了解 哇 不管是创业或是在针对自己领域做一个生根的时候 其实莫过于家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OK 那未来呢 我们的一个let's starter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规划吗 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在竹北还有新竹的收购有两间门市 嗯 那预计下半年会用快产的方式进驻到北部的百货 嗯 可以做快产活动 是 对那我们也会更多家推广我们的官网宅配的部分 嗯 那希望可以让住比较远的顾客可以品尝到我们的甜点 是 期望我们let's starter未来可以成功甚至到可能中南部可以继续拓点的部分 OK 那未来呢有什么样的 嗯 如果说有一个年轻的创业家也想投身在这块领域的话 你有什么建议话想给他 嗯 其实从创业到现在我深刻的感受到一句就是创业的经营真的是辛苦 嗯 是 但是 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困难 其实跟其他的股通股东一起去 嗯 讨论 嗯 一起去分享这些事情的经过 其实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把每一件事情去做解决 是 你们只要用一个正面且良好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是 那我相信 每一件事都有办法把它成为经典 嗯 是的是的 因为毕竟我们不管投身什么样的领域 哪怕不是本科系 又或者是你是本科系的 当我们今天要把它当做自己的品牌 做一个茁壮跟成长部分的时候 想必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风风雨雨 嗯 但只要相信自己带个正面的心 且是勇敢的心去面对的话 只要时间是允许的 我相信成果都是美好的 OK 好 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Let's Tata知识塔塔主厨 潘梓恩女士来到我们的一个人物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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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